空间跟时间 在为师里头都成为不相应心法 抽象概念 没有事实 从哪里来的 都是从一念出生的 这个宇宙从一念出生 现在的科学家慢慢对这个有兴趣了 逐渐逐渐大家也都肯定了 宇宙是非常非常短暂的时间 一念出生 现在量子力学的时候讲这个东西 越讲跟佛法越接近 所以 无量节 跟一念 没有区别 无量节是怎么先进的 是一念一念 累积的 实际上只有一年 这是真的 有没有过去 没有 这一念有 啊 有这一念 从一念里面 有过去 有现在 有未来 这一念如果断掉了 停止了 一念停止了 过去先来 现在未来 都没有了 真的 就像我们看电影 我们在荧幕上看电影 我们知道荧幕上那个画面 是一张一张独立的 一张独立的环灯片 在灯光之下的投影 一秒钟 它的速度 二十四张 张张不一样 你现在看的画面 画面就是现在 这一张的影子 如果这个画面断了 也没有过去 也没有未来 都没有了 因为有这一张 它继续不断 在那边 连续的这个现象 你知道有过去 知道有未来 它是个幻象 它不是真的 离开这一念呢 无量节没有了 哪来的无量节 因为有一念 才有无量节 因为有无量节 才有这一念 这个事实真相 我们要知道 这一念 那个 利用不可思议 现在讲功能 它的功能 太大太大了 那一念 欢迎观赏 给我们讲啊 三种周边 一念 首先我们要知道 精神跟物质是一体的 这个观念非常重要 整个宇宙 整个宇宙是一体的 我在宇宙里头 你也在宇宙里头 我们都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不但你我 在这里面 所有一切人物都在里面 所有一切动物都在里面 所有植物 花草树木也在里面 山河大地也在里面 包括无量的星球 还包括许多不同维持的空间 都在这一年里面 这一点可不得了啊 所以这三种周边 你看第一个讲 周边法界 能量 信息 周边法界 第二呢 出生无尽 你能够见得到 你能够闻得到 你能够接触得到 你能够想象得到 你能够想象得到 你存在里头 无量 无疏 无尽 无边际 就是那一年 是宇宙从一念当中生出来的 全是一个 共同体 这一念断了 什么都没有了 断掉 断掉就回归自信 回归到 用北法明门来说 回归到 无为法了 前面94法都是有为法 有为法是阿赖也为处 阿赖也变的 准罢是 陈四智 就回归到 回法了 四智是什么 四智就是 释迦牟尼佛 在《华言经》上讲的 智慧的响 一切众生 藉由如来智慧得相 如来智慧得相 就变成四智菩提拉 但这四智是什么 迎而不鲜 就是 慧能大使 坚信的时候所说 何其自信 本自具足 所以 他能生万法 万法 回归到自信了 都不生万法了 那就是本自具足 本自具足的时候是 隐 你不能说他没有 他什么都不是 不能说他没有 能生万法的时候 血 显示出来了 显示出来的 你不能说他有 为什么呢 刹那生命 不是真的 你一定要晓得 有就像 电影 荧幕上的 画面一样 有没有 有 是不是真有 不是真有 画面上的现象 跟自信 没有妨碍 自信是 我们把 荧幕 别 别做自信 荧幕 不爱 现象的 发挥 现象 发挥 不爱 荧幕的 如如不动 荧幕 荧幕上 真定 什么都没有 荧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